接下来介绍这些歌手都没有拿过金曲奖 但是他们都唱到了很多 可以说是芭拉歌大师 书琴曲大师的创作 再创自己生涯的高峰 我们接下来的这一系列的芭拉歌 我们会以厉害的作曲人为出发点 为大家介绍这些歌曲 第一首90年代芭拉歌的四大金刚之一 是 作曲人陈耀川写的 《真永远》演唱者是刘德华 那一个人 那一双眼 不需要爱人的安慰 那一颗心 那一分情 不想要牵手到明天 情若是花开花心 爱终究藏牌上天 别问我该如何 才会到永远 看世间缘起缘迷 莫笑我无言无悔 谁又懂怎样爱 才是真永远 陈耀川跟刘德华合作了很多抒情歌 而且都超红的嘛 那些芭拉歌像是忘情水啊 天意 我如果要拿喝水这件事情来做比喻 我觉得像忘情水跟天意 这两首歌都是直接把水 然后灌进我的嘴巴里面 你知道吗 真永远这首歌 我觉得他终于达到了一个 商业跟艺术的一个平衡感 这是第一次啊 我听刘德华的这一种芭拉歌 会让我主动想要去拿水来喝的感觉 哦 对 他让我有一种主动想要亲近这首歌的感觉 yes 我觉得这是刘天王最大气 最有意境 也最高明的一首抒情曲 芭布芭拉我们等一下再来评论他 也是他跳槽到 艺能动音的第一张专辑 我非常推荐大家有空的话去看一下 听这首歌也搭配下他的MV来看 MV 嗯 他的MV我觉得是艺术品等级的MV 对 我很难想象刘德华自己本身 变成了一个装置艺术 那他就可以去看一下那个MV的感觉 他自己本身也变成了一个艺术品 李安修搭陈耀川搭刘德华 我觉得他们曾经创造过 这样子的不同于忘情水跟天意感觉的歌曲 我很替他们开心 因为我觉得这是一首非常高级的抒情歌 但是可能就是因为他高级度偏高了一点 所以今天如果忘情水 他的芭拉度会给他五颗芭拉的话 曾永远对我来讲就是三颗芭拉 我也是三颗 因为他就是走比较有意境的比较moody派的嘛 我们对于就是芭拉歌也是我们自己严选的标准啦 对对对 可能我们自己的标准啦 不符合自己的标准你OK 不符合大家的这个吃芭拉的软硬的这个偏好 但是这个属于老编跟少爷的偏好 接下来这首也是来自于90年代非常会写芭拉歌的 他自己本身也是天王级的歌手 张宇作曲的《求鸟》彭琳演唱 我是被你囚禁的鸟 得到的爱越来越少 看着你的笑在别人眼中燃烧 我却要不到一个拥抱 我想是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冷冷的看着你说谎的 这缭乱的城市容不下我的痴 是什么让你这样迷恋这样的放肆 我想是一个你可有可恶的影子 和寂寞交换着悲伤的心事 对爱不及可是这无谓的日子 眼泪是唯一的涉及 张宇写那种很冲啊 又有锐利感的旋律非常的在行 对我来说啊 《求鸟》就是这样子的一首歌 但是彭琳她的声音 她的声音表情是很节制的 又很精巧 她展现的情绪又非常的完美 我讲过这首歌真的很多人唱过 但是没有人能够唱得比彭琳更好 我觉得这首歌符合了所有 你期待的一个好芭樂歌的优点 全部都有 一阳顿挫起伏 非常明确的曲 优美的直击人心的歌词 我们说过嘛 十一郎写控诉型的歌词 应该写的章语老师都想下跪 加上彭琳的演唱 毫无瑕疵 所以对老编来讲 这是今天的五颗芭樂的高级作品 这也是我的五颗芭樂 但是这个五颗芭樂绝不庸俗 大家要去听听这首歌 我觉得彭琳把它唱得非常的高级 真的 我们不要这个黑化了 或者是妖魔化了芭樂这件事情 第三位这个登场的这个 芭樂金刚本集的创作人 我们为他做过专题 其实这个章语老师 我们也做过了专题 这位作曲人是郭子 他写给王雪娥 比利姐很好听的爱人 好想再重来一遍 我爱人 请你再爱我一天 一天也许可以一遍 一年去换个永远 又轮到我了 国籍特辑介绍 我是sorry 今天终于把那张专辑的 可以介绍出来了 还在听得太棒了 一百集当然还是要有 比利姐出来了 一定要有我 这首歌我真的觉得雪娥 你真的很明显能够听得出来 它是用生命在唱的一首情歌 它的每一句都听到 它歌声背后那个生命的轨迹 你看在这个时间点 唱爱人的王雪娥 她的整个情歌的魅力 是真的是完全的再度的升等 而且这首歌的词曲 都给了王雪娥一个最好的舞台 去表现她歌声里面 那个深厚的情绪 对 这应该是比利姐在她的 唱片生涯里最红的抒情歌 对 应该不能是质疑了 应该就真的就最红的那一首了 她主歌细数了 一个女人委屈的悲伤的心情 副歌那个撕心裂肺好好听 这也是一首我觉得非常值得 大家现在再拿来听的一首芭蜡歌 因为很多人对比利姐的印象都还是 蹦蹦跳跳 对不对 然后很好笑很可爱 但是我请大家好好的去听比利姐唱情歌 非常有她自己的味道 我个人给这首歌的芭蜡也是五颗芭蜡 我给她四颗芭蜡 好 无论如何她也拿到了九颗芭蜡 下面这位登场的这个作曲人 我们会介绍两首她的歌 一首男生唱的 一首女生唱的 第一个登场的歌呢 其实这首歌比利姐也曾经翻唱过 那个版本也很好听 但我们今天介绍的是原唱的版本 苏永康演唱黄国伦作曲的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我愿有生意 做到如何能伤害你的人 就算被了落 就算犯错 我都不走 我相信我 无悔无求 我愿为你 放弃所有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至少我尽力而为 相信我 别再闪躲 我愿陪你 直到最后 男人不该让女人流泪 就算我尽力而为 相信我 黄国伦我觉得这是他最深情的男人歌的代表作 这首歌我觉得他学的曲线的写得太好了 整个副歌行云流水 层层演进 他到了最高潮的地方又慢慢的舒缓下来 我觉得很像就是你把一个气球吹到了最保 然后就停止吹气 让他慢慢的泄气 那个整个缓急起伏都非常迷人的一首歌 90年代的男歌手老编觉得有两个很明显的天秤的两端 一派就是人见人爱的大帅哥歌手 另外一派是人人疼惜的很认真的小男人 就是所谓不是帅哥唱的歌 苏永康就是属于这种 不能说他是帅哥 他绝对不是主流帅哥 但他真的好会唱 而且他的声音充满了信赖感 最后的那一句相信我 很迷人是哀求也是承诺 这首歌歌词棒 卖点很明确 那加上黄国伦老师 优美顺耳顺口的曲 很棒 我觉得是个完美的 企划型的歌曲 把苏永康的形象做得非常的完整 这首歌的芭拉度 我给他五颗芭拉 也是一样 收集到了九颗芭拉 九颗芭拉 跟这个雪儿姐有的拼 不过目前我们的十颗芭拉 是给了这个球鸟 所以目前同龄的球鸟是 战居九龄芭拉歌的第一名 接下来是黄国伦老师 写给女歌手的歌 欣晓琪演唱《味道》 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 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 谁知道已想你 思念不要 不出可逃 想念你的笑 想念你的外套 想念你白色袜子 和你身上的味道 我想念你的蚊 和手指淡淡淡淡草味道 集中曾被爱的味道 这首歌对我来说 是一首永恒的情歌 它有温暖的地方 有苦涩的地方 而且我个人对于味道 就是闻的这个味道 我的嗅觉非常非常敏感 所以这首歌对我来说 就是非常能够related 味道留下来的记忆 真的就是生命当中永恒的印记 尤其这首歌 它的前奏那几声keyboard 真的它只要一出来 我真的立刻心就是一尘 我整个就会被融化掉的一首歌 所以你对于对方的口臭跟胡臭 应该都是 基本上如果对方有这些问题 都不会跟他在一起 好 想要追求少爷的人 听清楚 个人清洁要保持好 对对对 口腔清洁很重要 身体的清洁很重要 谢谢 这首歌我先直接给巴拉 五颗巴拉 我解释一下 为什么会给他五颗巴拉 其实我一直非常有兴趣 想要看一看小琪姐 1994年的星盘流年 我觉得那年的运势 太不可思议了 一首领悟 一首味道 怎么可能一年会唱到 两首世纪经典 我觉得好传奇 对新小琪来讲 非常传奇的一年 1994 我们在1994女歌手 我们曾经介绍过这两首歌 但是回头去想这件事情 还是觉得非常的奇妙 我个人觉得味道的耐听程度 绝对不雅于领悟 他歌词讲的那种 露骨的那种预念 跟黄国人一百分的 气质巴拉的旋律 我觉得不给五颗巴拉 实在是说不过去 我个人是这样想 好 既然你都这样子讲了 那我给他四颗 你就是为了要让球鸟 我稳居巴拉女王 这首歌它有一个 那个很温婉的感觉 我少给它一颗 并不代表我不喜欢这首歌 我觉得它有一个 含蓄的成分在 所以我喜欢 那个含蓄的成分在 所以我才给它 少一颗巴拉 这其实是一个鼓励 好吧 可惜了 好 小琪因为你的含蓄 也不错啦 也不错 九颗巴拉绝对是 已经是代表说 它是经典的巴拉歌 九里面的非常重要的味道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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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